谢谢主席还有各位同仁 还有现场所有的政府的代表 我想台湾民众党这一次 所提出的财化法版本 其实非常的全面 我们也希望刚刚洪文凯委员所说的 其实每个地方政府都有一样的统 那财化法在1999年 也就是25年前 曾经修正过最后一次 25年来没有再进一步的做任何修正 而且所有的相关的内容跟细项 只有在去年的时候 曾经立法院有提案 要求财政部去征询各地方的意见 征询了一年到现在还在征询 所以民众党所提出的财化法 没有办法再等待财政部继续征询 所以我们提出了三个重点 第一个要扩大统筹分配税款的规模 也就是把柄做大 第二个要稳定地方政府的财政纪律 还有设置统筹分配税款的分配委员会 首先民众党团的版本 扩大了统筹分配税款的规模 让营业税收入归给地方政府 将烟酒税同步归给地方政府 这个估计在民众党团的版本之下 大概可以增加2700多亿的统筹分配税款 透过地方政府给地方政府更多的资源 可以强化地方政府 不管它在财政纪律上 还是它的建设经费上 第二个部分强化地方政府的财政纪律 我们希望透过统筹分配税款 优先弥补地方政府的财政基准需要 还有财政基准收入的差额 也就是说统筹分配税款最重要的目的 是来协助地方政府平衡它每一年的预算 只有平衡预算才有余力进行建设 中央政府给予地方的补助才会更有意义 也就是说不是让地方政府仰赖中央的鼻息 第三个我们版本里面设计了 统筹分配税款的分配委员会 对于中央统筹分配税款用来协助地方政府发展 依助这地方建设的部分 我们不希望中央政府继续独揽大权 而是透过学者专家各地方政府的代表 财政部的代表共同组成分配的委员会 来决定分配税款 所以让各个地方政府可以更有效地 发挥地方不同的特色 而且由委员会来针对给它适合的补助 目前为止现在完全是由中央一意孤行 然后地方政府几乎没有任何发生权利 所以我们希望恒平地方的发展差异 还有给予各地方政府更多财政上的支援 这是一个非常稳健长期的规范 我们希望各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 可以同步稳定改善 我们也肯定招委尽速的拍摄 我们也希望财政部在新政府 能够赶快提出 有未见到的行政院版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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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